用国家的资源帮自家的沙石场 圈地牟利 这个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当中 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黄国昌紧要沙石场案被打了一天 韩半出面却没办法清楚回应 早年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沙石业者 在法治化没有完备之前 没有合法跟不合法的问题 没有不合法但怎么会被罚钱 黄国昌加码爆料 出示一张民国九十一年公文 经济部白举黑字写着大通沙石公司 违反水利法七十八之一条 堵塞河川水路开罚三万台币 黄国昌指出一九九七年 桥丸堤防一九九年 圈地盖沙石场到二零零零二年 都是非法占用 还在二零零零二年被开罚 随后才转成矿业用地 圈出来的地 就是底嘉峰的家族 他们的沙石场 你如果是合法占有 怎么会被裁罚 一个在那边需要 可以说是补给补偿金的部分 这个可能我们要看到那个公文之后 我们再做出相应的解释 公文明明就公布了 韩半硬拗没看到 接着还痛批爆料的黄国昌 滥用社会资源 黄国昌委员也知道 这几件事情就算是构成违法 也已经超过追溯期时效 我们为什么大家浪费 这个社会资源管一件 根本就不违法的事情 917年开会桥市 追溯期20年到2017 现在已经没有法律效力 韩国渔会刊 李嘉峰签名 韩半竟然拿出选举公报 还说盖提房是蓝绿共识 若是盖提房是蓝绿共识 但盖沙市场不是 韩半推给是为了 契罗乡亲的政策实践 却无法解释 为何违法盖沙市场 滤罚滤蛙 三十文无关 谢孟哲 台北报道